滥梗时间 抬头显示器 我抬头显示器用多了 会不会得抬头纹呢 但是我们的枪啊 不是萧音啊 萧音 萧音无改闭毛虽 还有永恒者 就是他们永远横着走路 数旁下的 must be the low season 淡季了 淡季了 得加点盐 最好的自己啊 就是你喝多了 我就最好了 这上面什么 也是酒瓶 ok 不同牌子的吗 有青岛的吗 好像都不太清啊 瓶啊 那这不就体现出来 你和我之间贫富差距了吗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 由微软 旗下工作室开发的 在PS5上独占的游戏 名字叫做 Death Loop 死亡循环 让我们在循环中 享受循环的循环 你不循环 你怎么知道循环可以循环呢 相信看过我出的 这些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对这款游戏 非常的了解啊 因为我也没出过 这款游戏视频 所以这款游戏 居然得到了十分的好评 我十分的同情它 上一次出现好评的游戏 就因为好评 结果差评了 这次我们看看 它能不能迎难而上 Death Loop 打破循环 保护循环 这什么意思呢 扮演朱利安娜 进行在线游戏 并入侵其他玩家时间线 追杀克尔特 赢得奖励 这就是相当于 黑魂那里面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 充当一个坏人 进入其他人的游戏里 来搅和其他人 扮演这种 特别恶心玩家的玩家 打破循环 这是一个破循环 白眼克尔特体验 时间循环 为你带来的所有内容 这是谁啊 一上来就这个体位 哎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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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来我就死了 这么直接 吓了一跳 最漫长的一天 无论我是贼 无论这是哪里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要 哎等会啊 探索此场所 前进时按下 L3重刺 横向移动或后退时按下 L3闪逼 吓我一跳 哎呦我去 吐尿了 跳跃 跳跃 啊 连自己名字都忘了 我是无所不能的下 虫虫虫虫虫虫 嗯 12点20 这是什么 哎呦有子弹啊 哈哈 他这 他这5P 高量不是特别明显 轻型步兵冲锋首先 OK武器 按住R2设计 按住R2瞄准 OK 按下方块 装弹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就按下方块清除卡壳 这么逼人吗 还有卡壳的效果 哎 这个PS5手表啊 适配的还可以 有那味儿了 哎呦 按住R2投掷 可以带上 这上面是什么 也是9P OK 不同牌子的吗 有青岛的吗 好像都不太清 哎呦 是我 我就是你 那到底谁是谁 开启 哇 成为最好的自己 还挺鸡汤 最好的自己啊 就是你喝多了 我就最好了 查理蒙塔克阅读 查理蒙塔克 有点像天才 有点像白痴 白痴和天才 就是一线之间 完全是个素呆子 瞬移死百 让他难以被压制住 哈利亚特莫尔斯 励志书 作家兼心灵导师 坠机事件 让他思绪陨乱 正在那个机库里 计划这些什么 用连接石板 连接人群 自称科学家 热爱探险之人 犯票 以太石板 让他变得比以前 更像透明人 伊格瑟琳 那这些人应该就是 我们要击杀的对象 然后从之前的宣传片来看 我们击杀了某一个boss之后 我们就能得到 这个boss的能力了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击杀了 这个名叫伊格斯林的人 我们就可以变成透明人了 那透明人呢 可能在实战中 可以躲避敌人的眼线 或者是躲避摄像头 然后还有什么漫步者 走得很慢 弗兰克斯白色 特别色 厉害到过分的音乐家 过分了 脾气火爆 捧起人来 毫不留情 揍起人来 我还在想 那捧起人来 这不是于奇洋老师 那不是挺好的吗 没石板也没技能 却是个神枪手 对不起 亚列克西斯 杜尔西斯 有钱的混蛋 这是超能力吗 这听着像 钢铁侠 对不起 钢铁侠 对不起 我都心虚 没敢说出来 山上的豪宅 是一座堡垒 举办超棒的派对 管自己的石板 叫卡尔尼西斯 说是他可以让他 随意摆弄自己的猎物 所以他是相当于 精神控制的 朱利安娜 布莱克 那不就是杀我们的人吗 书呆子 酒量很好 坚持己见 伪装石板 持有者 这意味着 他拥有千万张面孔 所以说 如果我们加入其他人的话 我们是可以 改变外貌的 文杰 伊文斯博士 从未见他携带石板 说明他有 隐身石板的功能 打死人不成命 浩劫石板 跌跌的小心肝 航运大横 我看看 我开启一下 这些就是 这些 太狗了 他这个并没有 适配 手柄 也就是说 我需要用我的准星去 按这些文档 去切换文档 而不是按上下键 这有点 不地道了 不地道了 这是四个区域吗 综合研究中心 弗里斯塔德研导 市中心 卡尔湾 然后分时间段 我们应该就是 在一天当中重复 循环生命 然后在循环当中 我们需要搜集各种情报 掌握这八个人的 各种信息 他的位置 他的能力之类的 然后争取在某一个循环 某一个循环之内 也就是一天之内 把这八个人都杀死了 我们就算通关了 这个游戏虽然是一天的游戏 但是我能玩一辈子 最漫长的一天 无论我是谁 无论这是哪里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要逃离这里 我梦见我死了 我感觉跟这 见鬼的沙滩一样真实 但我还活着 那我到底怎么 这是什么 规范 个人视频 模范个人视频 视频 视频内往往关注着 黑胶岛的时空异常能量 一些视频能够强化你的技能和特性 而另一些能够强化你的武器 视频的品质越高 其效果就越强大 视频可以从黑胶岛各处或敌人身上找到 并可在任务之间进行穿戴 也就是说它是相当于一个符文 而且可以自由搭配的符文是吗 无线电话机 装备一下 哇 这个做的挺精细啊 感觉 黑胶岛 淡季了 淡季了 得加点盐 我自己做的 哇 挺爽 挺爽 无线电话机 使用无线电话机来 骇入并操控电子设备 哦 瞄准一台电子设备并按住LE来 骇入 无线电话机上的灯会显示你的进度 某些被骇入的设备可以使用无线电话机进行远程触发 瞄准以骇入的设备并按下LE进行此操作 任何传感器 泡塔和卷帘门都能够被骇入 此外 任何装有骇入天线的设备也都能被骇入 啊 就是说能被骇入的设备的都能被骇入 你看啊 这一句话总结了嘛 啊 这呢 按住 诶 不是LE吗 啊 LE 我现在 我玩了PSPS5两三年了 我现在连LEL2的这个建位 就是上下的背板都不知道 就是每次说 LE是干啥 L2是干啥 我还得先看看手柄 你知道密码吗 对呀 我不知道啊 我知道密码 嘿 兄弟 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这有个门 但这下面是什么 科尔特啊 找到密码 OK 我们叫科尔特啊 科尔特不是科尔特鸭的吗 我们是 我们是鸭 所以我们真的得去找这个密码 是不是 行我们先去吧 接触潜水会对你造成伤害 深入深水则会当场一命呜呼 啊 那咋整啊 我们是 溶于水的 啊 这是锻炼我们的跳跃能力呗 是不是 我还以为我能扒在那个绳子上呢 我们一声速敌 朱利安娜 这游戏 这游戏目前感觉还可以啊 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轻 这个轻核的这种射击游戏 就是有射击元素啊 但不是那么的硬核 是吧 哎 就射一射 没事射一射 然后大多数呢 都是那个 嗯 解密啦 走路啦 什么的 是不是 哎 过来了 他们会试图阻止我 那有潜行吗 哎呦 处决 出现提示时 按下R1实施处决 瞬间击杀 无防备敌人 你可以在持枪或徒手时啊 适时处决 或者按下R1 拔出砍刀 当你敦服时 行动会更加安静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 是吧 砍刀啊 哇 大砍刀 砍西瓜 哇 还挥一把两下 哇 这个西瓜保熟 我其实比较喜欢潜行啊 但是这个游戏应该不适合潜行 因为 因为 因为你有很多任务要去做 而且是现实的 所以呢 可能潜行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慢的一个方式 他们明天便会出生 我应该和那个门互动的 我以为里面就一个小房间 然后 你知道密码 我知道 我知道 不是我名字吗 4位数字 0到7 4位数字 一共8个数 那就是8的4次方 各组合 今天直播我就 硬核破解密码了 这么多人呢 聚焦 按下下键 来标记敌人 标记的敌人都是下键 从而在你的屏幕上 用图标 标明他们携带的武器类型 我一标注就能知道 他们的武器类型了 观察以标记的敌人 以了解敌人的巡逻路线 按住下键 来聚焦敌人 并显示更多关于敌人信息 包括他们战斗倾向意识 以及关于他们可能携带战利品的线索 拥有特别强大装备的永恒者 会散发明显的能量 或使用聚焦来深入了解他们 还有永恒者 就是他们永远横着走路 数旁边的 我的梗太破了 我都想给我两把 太逗了 都是打砍刀的 这枪 但是我们的枪不是消音 消音 消音无改闭毛虽 我开枪 现在就可能会被他们发现 被他们听的 我们按住 没观察你的存在 标准套件 我们先潜行一下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潜行游戏 但是目前游戏大环境 不太适合潜行游戏 因为潜行游戏 往往意味着你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 去踩点什么的 然后导致直播的话 可能没有人愿意去看你 花时间去做这个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人干死 我不就无敌了吗 我先试试啊 反正循环的 你看看 诶 他们是没有增援 干扰 这招干扰了 诶 还有一个 抽出 发生了一遍 Kolt,你过来 哦,对,嗯, hello Kill those idiots yet I, uh It's Juliana In case you didn't remember OK, look, I don't know what I did last night Exactly, but if you could just, uh What? What did you say? I think we know each other We know each other, don't we? Finally! You're back! So, how much do you remember about me? Well, it's a little hazy What do you remember? 我的名字是孟子 我和我 你想要我殺我 我已經知道一個人的 code 我沒有 你想破壞壞壞壞吧 嗯 我相信 我還說 如果你不想破壞壞壞 我會殺你 再次再次行 再次再次一步 再次變成更暗的 到你去死吧 我會破壞壞壞壞 我會做什麼 我再說我 我還在嗎 你還沒說過 你我還沒說過 我們約了嗎 你需要看这个 门开启 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使用治疗,战进行治疗,按住方块,直到你完全恢复生命值 我现在满血的 嗯,我的毒奶体质破没破,取决于你们觉得我有没有毒奶体质 哈哈哈,是吧 祖助喵嘴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 这游戏真的配得上10分吗 这,嗯,那我才玩了10分钟,反正 哈哈哈,按住治疗 哦,满血的 你姐说的游戏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对呀,我也挺喜欢刷子游戏的 主要刷子游戏比较适合做攻略,知道吧 而且他做的攻略不是那种硬核的攻略 像,像魂类游戏的攻略,你必须自己有一个 一个技术,比如说怎么通关这个boss,对吧 魂类的,那个刷子游戏的攻略就是你只要刷了你就能做攻略 但是这类游戏往往就最近几年的刷子游戏 我玩到的3a级的刷子游戏 基本上都凉了 阶级的口律 这里 哇 图书馆 哇 我也好想有这样的图书馆 就这样至少证明我家很大 真的很棒 我挺喜欢这种被书环绕的感觉 证明我输了 至少是赖书 不赖我 诶 这什么 监视克尔特阅读啊 监视克尔特循环次数 不知道不在乎 今天猜测 幸运夹克的噩梦 他为什么前面打叉呢 我看看 纸上也没打叉呀 拉一拉 来着 我去 啥玩意呢 啥意思啊 我去 他没了 他跑了 是啊 啥密码啊 就直接告诉我就得了吧 门 开不开了 跳吧 重来 让我跳 我有点恐高啊 来吧 跳 I see you jump 这谁啊 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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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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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好 我会把你抬起来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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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去啊 漫長明信片啊檢查明信片 我想你 想你的耶 明信片 在明信片上 啊!就是這個明信片 3656 原來是我的粗心 導致了我沒有拿到這個密碼 如果有线索的话 他就会自己显示 哎呦去 太棒了 总算有这样的设定的游戏 担着 危险 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危险 职业必备工具 粗糙武器模组 视频 斯特热拉克攻兵雷 斯特热拉克攻兵雷 攻兵雷 攻兵雷是一种多用途炸药 有三种配置 手榴弹 感应炸药和半雷 按下左肩即可装备攻兵雷 按住左肩选择一个特定模式 手榴弹 按下LE投掷或按住LE 拉开手榴弹后握持 松开按键后投掷 改行炸弹 按下LE投掷 或面向地面 按下LE放置 半雷 按下LE在垂直表面放置 无声炸药 设置隐蔽陷阱 不喜欢这个类型游戏 没事 那个可以过来看我的直播 还有这个视频 就帮大家省钱了 你看看 多么良心的 一个UP主和主播 对吧 这什么石板 哎呦 我去 这是什么玩意儿 那几周你养羊肉了 是不是 可以看主播说相声 对 在这省了几千大羊 你多看几年 房子钱都省下来了 跟你说 重生啊 这块神秘金属 好像是你的 一块石板可以赋予你复生技能 能让你在死亡后复活 但几千两次 两次 就是说 有三条命没意思 第三次死亡 将结束你当前循环 之后 你将会在下个循环早上醒来 并失去前一个循环中 获得装备 失去循环中获得装备了 哎呦我去 这游戏有点硬核 它其实是一个 一人称射击肉贺赖游戏 离名 哎呦 喝 F4G1啊我是 你有一把枪和一堆手榴弹 还有位于市中心的一个地址 这就去为自己寻找答案吧 哼 行 好 嗯 还有名 略微 略微降低后坐力 你能够在空中二热跳 经典动作 我没二热跳啊 欢迎来到Death Loop 以下是一些能帮助你快速入门提示 OK 线索能够追踪你所找到信息 助你逐步实现 克尔特打破循环并逃离黑胶岛目标 谢谢 查看你所发现线索 移动光标 点击X进行选择 好的 目前线索名为最漫长一天 你会在Death Loop中 使用它和其他类似的线索 以提供指引和追踪进度 可以 嗯 按下圆圈返回任务详情 外面很危险 你要确保随身携带最佳的武器和物品 好的 移动光标进行选择来监视你的装备 然后出外进一续探索黑胶岛 OK 下载物品将在完成最漫长一天后 可用 这些是石板草味 石板 石板 石板城的姑娘 这是大板城 对不起 石板是能够提供强大异能的奇妙物品 当你 你当前拥有附生 这是科尔特的个人石板 让他能够在死后重来一次或两次 大家在商量的 到底一次还是两次 杀死先知者 并盗走他们石板 在这里装备和升级石板 这是一个杀人约祸的这么一个游戏 杀了他 就为了夺得他的石板 就夺得他的能力了 其实 OK 视频是能够为你提供大幅能力提升的小型设备 部分视频还能为你的基础能力添加全新特性 你找到一个视频 移动光标 选择一个槽位来装备他 那我就只有一个弹簧飞退 来着 在你收集到更多武器后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武器 那这也太难了 很多视频能够用于改造你的枪 选择你的轻型出风枪解释 并按下三角来使用物品和改造物品 你也拿好武器 穿好装备 并准备好开始打破循环 但愿能成功 感谢观看